我有帶我之前的認職證明 接受網紅比特王專訪 特地拿出曾認職證明文件 他是受益師陳嘉華 24年前曾在生產萊克多巴胺的 里萊公司服務 他認為萊豬開放進口 對台灣人影響很大 對外國人來講 他內臟就等於是下腳料 或者是就是把它打成粉 總之是不會進入 我們人的食物鏈中這樣子 崇醫師更爆料 在美國的豬隻會餵食萊克多巴胺 一直到長成大豬 過程中餵食萊劑到屠宰前一刻 美國人不吃內臟 台灣人也要吃內臟 而且我們還試內臟作為美食 美國人不吃 送過來給台灣人吃 你想看 你能接受嗎 我不能 因為美竹內臟萊劑含量較多部位 美國人不吃 而是磨成粉當肥料 陳嘉華醫師更直接點出 蔡政府的開放標準 大玩文字遊戲 那你也知道 吃這麼大的時候 他量起來 小的時候就會有誤差嘛 受醫師點出 Codex會員國家殘留量定在10ppb 台灣卻是0.01ppm 雖然單位相差1000倍看似相同 但若殘留量是14.9ppb 會員國家不合格 台灣四捨五入後 卻符合0.01ppm規範 等於高出近50%劑量 民國76年以來 其實我們使用的殘留容許量 都是用ppm 實樣署強調 單位標準是多年定下 但陳醫師認為政府根本不該開放 萊豬進口 把食安責任推給全民 謝謝 謝軍眾要向於台北採訪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